今天是你过生日吗? 今天卡吃君准备给大家介绍一道耳熟能详的汤 韩式海带汤 看过韩剧的小伙伴肯定都知道 韩国人生日一定要吃的就是海带汤 据卡吃君的了解 韩国家中有人生日 母亲必为丈夫或儿女精心烹调海带汤以做祝贺 如果寿星当日没有喝海带汤 他们会感到非常难过 韩国人早已认定海带汤是生日不可或缺的东西 除了生日之外 韩国的妈妈生产后 约两个多月 婆婆或母亲每日必为媳妇或女儿 预备上等的海带汤 以供产妇饮用 拜神祭祀时 桌上必备的食物也是海带汤 可见韩人对海带汤的敬重 食材干海带 红隔肉 红隔汤汁香油 酥子油 盐 大酱 淫于做法一 干海带浸泡20分钟后 像洗衣服一样反复洗个二到三遍 二 将洗好的海带切断 三 锅中加入一勺香油 和一勺酥子油 放入海带翻炒 如果要放其他贝类 在这个时候放下去一起炒 四 等海带炒软之后 放一勺盐和一勺大酱 加水没过海带 五 水滚开之后再加水继续煮 这样反复加水煮三次之后 将煮熟的红隔肉和红隔汤汁倒入继续煮 六 带汤滚开之后 将蒲末捞出 加入三分之一勺银鱼 一勺盐和1.5勺大酱 调料可以依照个人口味调整 七 再用小火煲个30到40分钟 就可以盛出来喝了 喜欢海带汤的小伙伴不容错过哦 最后卡施君 再给大家科普下 在韩国另两种情况 不能喝海带汤 一是任何考试的前述天即当日 二是建功和面试 韩国人认为华蝉蝉的质感 会使人遇上不好的兆头 因此要两个场合不许喝海